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写思说法 写思相当高明 诸位如果读《楠言经》 看看《楠言经》幕后有一卷半的经文 《楠言十卷》 第九卷的下半部一直到第十卷 一卷半的经文相当长 讲什么呢 无射中阴谋 那个境界如果真的遇到了 你怎么知道那是魔境 我们决定会把它当作佛境界 决定了跟它去了 我跟李老学了也 李老特别教导我们这些学生 魔的伎俩告明 他也给你讲经说法 也给你讲如来正法 一百句话里面九十几句都是正法 只有一句是写法 让你跟他学的时候 你完全不能够觉察 你就跟他去了 你很难辨别 那一句写法就那么厉害吗 老师举个比喻 就跟我们说 你这个茶杯一杯里面沉点 啼虎啊 满满的啼虎啊 纯正之法的 它里面加一点点毒药加在里头 这一碗啼虎你喝下去 就要你的命啊 这个比喻比喻得好啊 一百句子是正法 里头一句写法了 就把你发生灰命断掉 魔说法高明啊 你不能不佩服啊 没有真实的智慧 你怎么能够辨别 所以今天讲防御新尘 防御发尘 第一句要暴风光耀啊 这四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讲 高度智慧真实智慧 你才能够守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四道 宗思中道 没有这个能力辨别 决定不敢离开老师 我们今天学无量寿经 以下联居老居士的汇集本 下老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今天在一起学习华言经 我们依靠清凉大师的俗超 依靠离当者的后论 清凉离当者是我们的老师 别人要是来给我们讲华言 那我们得看看跟老师讲的一样不一样 一样我们点头不一样 绝不接受 这个叫私诚 我们是有老师的 绝不是胡躁谣言 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有根据 那么在佛门里面 许许多多的像知识 他们所依据的根据经典不一样 那你要晓得 根据经典不一样 我们绝对不能跟他学习 为什么 佛说一切经 是因一切众生根基而说的 就跟大夫给病人治病的厨房一样 这个经典就是治病的厨房 这个大夫高明 看我的病给我的厨房 看你的病给你的厨房 我们两个厨房不一样 纵然还相同的病 你看看我这个方子也有这几副药 你也有 可是分量也不相同 我这个方子的疫情 你那个地方变成三千 每个人不一样 我吃这个方 这个方子对症下药 我的病能好 你吃你的方子病能好 我们两个换一个 你吃我的我吃你的 咱们病都不能好 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就有能力防护自己的发尘 防护自己的心臣 任何人所讲的 我们决定不重要 反而是他要劝你学别的法文 劝你以别的读书 都是不明白这个根本的道理 他认为他学的那个很好 你学我这个也不错 好像这个我生病吃这个药方 我一吃就好了 你生病吗 拿这个药方去吃 一吃就好了 他吃死了 还不知道怎么死 所以真正明理的人 他不会做这个事情 像这个花园经末后五十三餐 你看 每一位上知识 修一个法文 他对别人的法文 只有赞叹 他也不学习 他害的那个病 吃那种要好 他一吃 他病就好了 那怎么不值得赞叹 可是要晓得 我害的病跟他的病不一样 那就是无量寿经 九种这个本子 故人喜爱也不相同 哪一个本子对积就行了 五种云一本 三种汇集本 还有盆济清帝结教本 这九个本子都坐在面前 你随便喜欢哪个本子都行 你喜欢 你才能生起信心愿心 你不喜欢 那就难了 所以这么多本子说穿了 头起说好 真正往生 还是要靠一句阿弥陀佛 光念经不行 一定要念佛了 所以经典的作用 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明书 你一看了之后 你一看了之后 生起欢喜心 经典念佛堂 老实念佛 有决定的神 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 所以一切众生 喜欢任何一个本子 我们热烈赞叹 决定不可以毁谤 你要是毁谤 报佛 报法 报神 你毁谤三八华 任何一个本子 从里面生信心 相信西方极乐世界 相信净土 相信阿弥陀佛 接应瓦堂 本子虽然不一样 都是说这种事情 我们从这个地方 建立信心 建立虐心 这个原理 我们要懂得 不受外面人的 种种异端的说法 我们就不受影响了 无论他怎么说 我们听了 笑一笑 你功夫还不够 还没成熟 如果你大开圆解了 你就不会有这种知见 你一定要欢喜赞叹 第二个 妙言宫殿主成神 妙是微妙 奇妙也是庄严 宫殿在此 这是比喻 比喻 慈悲 服务 盖福 保护你 我们建一个宫殿 你就不会受 寒暑之苦了 你在这个房子里面 可以避寒避暑 夏天避暑 冬天避寒 所以 佛在经上 长江 宫殿 比喻 做慈悲 祝福如来 大慈 大悲 就像宫殿一样 照顾一切众生 生活齐取 令一切众生 历苦得乐 宫殿 宫殿比这个意思 所以 它有 守护 有防御的意思 守护 让我们身心安落 护身心安落 防御呢 防御寒暑的清晰 这个与主乘神关系很密切 而这个宫殿呢 不是普通的宫殿 微妙庄严的宫殿 微妙庄严 含得什么意思 让我们居住在这个宫殿里面 得大安稳 得旧敬乐 那才叫微妙庄严 大安稳 一定要真 究竟的福果 如果不能真得究竟圆满 那个大安稳得不到 大安稳 大圆满 那都是一句赞叹的话 那不是真的 大安落了 真谢妥 真自在 如普贤菩萨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了 那才是大自在 大安落 那么由此可知 护发神 他要到什么时候 才真正尽到他护发的责任 一定要护持我们的臣服 他才是把责任做到了圆满 我们没有成佛 他护持的责任就不圆满 他还要继续不断的护持 一定是护持我们从凡福地 到圆满就近的佛国位 世法里面常讲 成人之美 成就人的好似 也要成就到底啊 不可以说是护几天之后就不干了 就退心了 那就不对了 无论遇到怎么样的艰难困苦 护发的心愿永无退转 一定要护持到体 一定要成就 究竟圆满的功德 所以你看看 第一位是给我们讲的 高度圆满的智慧 这个地方是给我们说明 护持的愿性 以及护持的方式 方式是用比喻说的 这个宫殿那就是讲的 无畏不至 对于你的护持照顾 无畏不至 极其细微之处 都想到 多做出防范 多做出保证 你稍微有一点偏邪 一定要把你纠正过来 那么我们知道 在末法时期 凡夫成佛 凡夫一身 正究竟圆满的佛果 无过于净土 净宗法门铃铃 无过于驰名念佛 所以念佛堂 就是菩提叉 是我们往生不退 成佛的道场 这个道场 无比殊胜庄严 为什么我们在今天 还在讲堂上 要讲经 这个讲经 为什么不可以中断 因为我们是业障深重的凡夫 妄想卧习 无量无边 外面稍稍一勾引 先马上就跑了 主意就改了 立刻就退传了 我们全功尽弃 因此 每一天晚上 这两个小时讲经 就非常必要 讲经说 扶正你 不使你有业丝毫的偏血 把你辅振 那么这样有上个 有了三年无载了 大家基础已经稳固了 那个时候不将近没有关系 你的心定 知见纯正 外面邪思 没有办法渗透 没有办法轻入 你成功了 所以现在 年九华山 找我的时候 要我去 这一去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不讲啊 怕大家的时候 又退心啊 三天不听经 妄念就起来了 两个礼拜不听经 妄念会长很高啊 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要把你拉回来 不知道又要费多少力气 所以他们不晓得 我为什么不愿意离开新加坡 大家基础是刚刚才开始 这个时候要离开时间久了的话 问题就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我旧华山如果能找到替身呢 我找替身去 我们这是不得已的苦心 你看天天讲 你们大家念佛堂 那个气很旺啊 三天不讲 气节就憋了 就消了 这个是四十百的词地 你们都很清楚 都很明白吧 不能一天不听经 用这个来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 念佛堂让你精进 勇猛精进 你才念得发息充满 感应不可思议 那么这个也是妙颜宫殿 祝成神 今天在这个地方 妙颜宫殿祝成神 黎牧原居士 以及居士林 这个进宗学会 作为领导的同修们 主管这些业务的同修们 你们通通都有这个使命 有这个责任 再看第三尊 亲近习宝诸成神 这就是说 互发心尘 互发心尘 心里互发尘 互心尘 要亲近 要发息充满 这就是宝 亲近是宝 欢喜是宝 亲近 是假内心 内在的 欢喜是表现在外面的 佛法里面讲的 皆大欢喜 化喜充满 诸相像 如果不是以亲近心 修六合进 怎么能够生欢喜心 这个境界 特别是 显示在念佛堂 诸位今天在念佛堂 你非常明显地 觉察到 发息充满 你有感受啊 那么 这一边 这个念佛堂 无权法师 现在暂时在带领 他昨天打个电话告诉我 说同修们请求 这个星期天呢 要念两天两夜 好啊 大家要求的 好事情 试试看 那么正好遇到新加坡的国庆 四十八小时念佛 庆祝国庆 这个意义太殊胜了 这世界上其他地区还没有过啊 我们热烈庆祝新加坡的国庆 一定呢 念四十八小时 念佛号 可是念佛堂里面的一切切实 一定要听从大众的意见 需要改进的 一定要努力地去改进 那么我听大家说 悟通法师的这个地中 敲得非常好 大家都能够生欢喜心 这个悟通法师敲的地中啊 大家听到觉得感到的很急躁 不太舒服 那么这个要改进 同时这个敲得大家欢喜 那就是如法 其后这个道场根基吧 就以它为标准 我们念地中啊 就要向它学习 勇于改过 绝不固执自己的成绩 我们才有进步啊 尤其念佛堂 念佛堂是为大众 不是为自己 我们敲地中是替大众服务的 不是为我的 是为大众的 不可以叫大家听我的 我要听大家的才行 不可以叫大家听我的 那么听说悟通法师 怕冷 那个晚上温度开得很高 开得很高 顾雅下的 此地这个通风的设备 这个冷气的冷气 二十度以上就没有排气 它就不是换气 二十度以下的它换气 有换气的功能 调节空气的功能 二十度以上呢就没有了 那么就显得很闷了 人多的时候受不了 空气不好啊就昏沉 那么全是要怕冷了 我那里有厚的大衣 可以给你穿 你有日寒的装备 你要晓得 大众在气候冷的时候 这个格外能提醒警觉性 所以不可以为我一个人 要让大众都要受很多辛苦 这就不好 如果你自己觉得念佛堂 如果能去开太冷了 受不了 你可以离开念佛堂 专门学讲经 回到亚龙会所去 那我们另外找人来带领 这样多好 一切为大众 一切为佛法 我们要守护发展 守护新城 不可以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的方便 让一切大家不方便 这样不好 所以如果这个事 觉得这个冷气开得太冷的话 自己可以多穿一点衣服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海青可以做厚的 做你的海青都行 希望大家都能够替大家作响 让大家在这边念24小时 念48小时 甚至于将来的时候 我们每天日夜念佛都不间断 一定要让大众在这里念到发喜充满 这是一个高度的原则 他们的这个动态 这出家人在念佛堂 由于护发的任务都要照顾他 如果他太疲倦了 太勉强了 一定要劝他休息 他休息好了 精神恢复的时候 再到念佛堂来念 所以念佛堂的旁边 一定是休息时 所以有人来问 那可不可以躺下来休息 可以 不要脱衣服 你休息半个小时 休息一个小时 醒过来了 马上就回到念佛堂去 如果你不躺下来 能够坐在那个地方休息也好 你喜欢躺下来也行 总之让大家都能够方便 让大家都能很舒适 天天不断念佛 也很舒适 也能够做到清净细胞 身心清净 发喜充满 这样才能真正得到利益 才能得到受用 那么念佛堂这个名啊逐渐传出去了 前几天美国大拉斯的谢居士夫妻两个到这边来参许 前天回到美国打电话告诉我 他现在已经组成一个小团 瘦肉个人 从美国大拉斯要到这边来念佛 好啊 那么今天五行法师到美国去巡回红法 这一次他是我的替身的 美国许多地方请我将进 我们有法子去 这边不可以离开 所以我说 你要把我这个不得已的苦衷 转告美国那边地区的同学们 要知道现在念佛堂刚刚建立起来非常重要 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大家 绝不可以有一丝毫的错误的直接 渗透到我们的地方 绝不能够看到大家了退转 懈怠不可以 所以要全心全力的照顾 不能到美国去欠他们原谅 我派他代替我去巡回将军 同时呢附带就邀请他们 各个地方组团到新加坡来 到这地方来念佛嘛 到此地来听经嘛 学了之后啊 再把我们这个礼礼 这个谢师他学去之后 希望在美国各个城市也去见念佛堂 也照我们这个方法来共修嘛 那么奖金当然很需要 我不能去讲 我们每一天奖金的这个录像带 都可以拷贝送给他们 你们那边买大电视的时候 每一天一样听经嘛 不过就是时间差几天 那也不要紧啊 那么还有他们想到的 那边找不到法师临终 找不到法师 居士也可以临终 不会敲法机 没关系 到新加坡来学 你到新加坡来住个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我们专门开班来教你 所以希望呢 我们这个地方的舍风 道风啊 不久啊 能够传遍全世界 你就想这个地方的功德多大 你们到念佛堂来念一堂佛 念个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无比的功德了 你在家里念不行啊 一定要到此地来念啊 这个地方是影响力太大 影响到全世界 你在家里念佛的时候 没有这个影响力 所以在这个地方念佛 真正是无量功德 这个影响里面有潜在的功德 消除世界的劫难 纵然不能完全消除 把这个劫难减轻 这个功德就很大 把这个劫难的时间缩短 本来这个劫难 有个三年五载 你能够把缩短变成一年两年 这功德就很大了 所以今天对于全世界来讲 消灾免难 真正的功德在你佛堂 这个一般道场里面 像从前我在美国 杜伦法斯要搞这个消灾的发挥 搞什么呢 从前中国古时候 叫做水路发挥 这是一个大的消灾的发挥 这个杜伦法斯呢 他又加了个字 水路空 搞水路空发挥 搞的规模很大 那么在中国勤了几十个发挥 美国找不到发挥 在中国勤了几十个发挥 在万福城做这个消灾的发挥 有没有效果呢 很难讲啊 不是水路发挥 没有效果啊 问题是做发挥的这些人 这些参议都是经典里面取的精华 祖师大德做的 要怎样去修呢 诚心诚意去修啊 念诵参议的时候 随文入冠了 他就轻入境界 这个功德才到 如果只是照着这个文字念一遍 没有功德 那有什么功德 你要把这个仪轨 变成你自己的思想 见解 行为 你这个人就超凡入圣了 功德是这不算的 你自己修学 也没有切入境界 功德是非常微薄 无济于四 超度的理论 四十 地藏经上说的很明显 地藏经 婆罗门女 光幕女 虽然只讲超度她的情愿 超度一个人 但是理论 是相同的 你超度一个人 超度全世界死难众生 超度一切众生 无世界以来的业障习气 语言里都相同 一定要真正修行的功夫 我们以婆罗门女为例子 她超度她的母亲 用什么方法呢 还是用念佛的方法 念佛的方法最快 最快 最快速 最稳当 最有效果 因为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她念一日一夜 一日一夜 人家就念得一心不乱 这是功夫成就了 怎么知道 她念到一心不乱 她在定中 见到地狱的境界 遇到无独鬼王 定中境界 无独鬼王告诉她了 无独鬼王称她菩萨 她说菩萨 你为什么远古到这个地方来 婆罗门女问她这是什么地方 无独鬼王告诉她这是地狱 只有两种人可以来 一个是造作地狱夜阴的 她度地狱受罪 她会来 另外一种就是菩萨 发现要到地狱来度众生 不是这两种人 这个境界见不到 婆罗门就是凡夫 因为孝顺母亲 知道母亲造罪业很重 堕地狱 一心一意要救度她 所以就拼命念佛 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 她本人超凡入身 这个功德多大了 她为什么能超凡入身 因为她母亲多地狱 她母亲要不多地狱 她一天一夜决定念不到一心不乱 为什么 她心是懈怠的 散乱的 现在急着救母亲 你救命要紧了 非干不可 所以一天一夜就超凡入身 在经上讲 七分功德 自己的六分 她的母亲得一分 母亲什么功德 不是母亲遭这个难的时候 不会逼她用功 母亲的功德 逼这孝顺的儿女 非用功不可 非救我不可 你要救我 你就要成菩萨 她只好就做菩萨了 就这么个道理 我们这个念佛堂的人 如果说是一天一夜 能够游个十几二十个人 到一心不乱 这个世界灾难就能消除 你今天不是为度情人 是度全世界苦难众生 我为谁念的 念佛堂 我是为一切苦难众生念的 我不能够念到一心不乱 我不能够念到清净心 现前 这些苦难众生就没救了 这真正叫发菩提心 一向转力 所以你在这个里面 成佛 成菩萨 变形不乱 就是菩萨 这是世界上 这么多苦难众生 在这里逼你 在那里求你 赶快救他 撑出援手 你怎么救 只有你自己成就 就是救他 这就是他的功德 道理在此地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做个水落法会 不是做不好 如果心地散乱 七天法会做完 心里头还是散乱 还是搞贪疼吃慢 还是是非人物 哪有功德 那什么都没有 那七天法会做完 我们真的就超凡入胜 这个功德就殊胜 才有真正的功德 所以古时候 这些超度的忏悔的忏悉 不是不好 真好 你要懂得怎么样去修许 那么你明了之后了 那么复杂的参与 哪有一句阿弥陀佛四个字来的简单呢 那都容易呢 越是简单越是容易 越是高明的 越是最殊胜的 越是最殊胜的 人人能够修啊 人人能够成就啊 所以念佛堂的功德就无比的殊胜 比什么海鲁空发会都殊胜啊 都不能比啊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齐隆年经灌顶放肆说的 灌顶放肆说的讲 也是很了不起的人 他的著作很多很多 收在万字续藏里面 他在《观今之旨》里面讲的 其他的他的著作 我们做的比较少啊 《观今之旨》是尽宗的经典嘛 《观无量寿天》诸节 他老人家做的 他在里面说 这个世界造作极重罪业的人 任何经法灿法都没有办法灿除 最后还有这一句阿弥陀佛 这一句阿弥陀佛 能把所有一切经法灿法 不能灿除的罪业 一句佛号能把它灿掉 名号功德伯科斯业 灿鼎能说出这句话不简单 他要不欺负这个境界 这个话他说不出来 他明了 这个灿除业障 最有效果的 最有力量的 就是念佛 所以你真正懂得 你就不要再去念大悲禅 净土禅 这些都不需要了 这一句佛阿弥陀佛总禅 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第四人 利幽清净诸臣神 幽里面就包括苦 愚里一切有苦 得到喜乐清净 那么这个一句 是假护持的效果 一定要令你所护持的法 你所护持的人 人要帮助他理由的喜乐清净 你得护持 责任才尽到 不使随随便便讲 我发心护持 我一生都不改变 可是你护持 怎么个护持呢 你叫你被护持人 天天忧悲苦恼 那你就护错了 你就找麻烦了 那不是护持了吧 护持要讲求效果 效果要叫它 利幽悲苦恼 得清净暗落 那我们今天这个道场 就是向这个目标去做了 弥陶村建立了 只要你真正发心到这个地方 来念佛的 求往生 求成佛的 你什么忧虑都可以放下 一舍住心 四四供养 我们这一边通通成就 不叫你有一点忧虑 叫做主成神的责任 主成神的使命 我们不怕人多 人越多越好 为什么呢 来一个 这个人是来做佛的 来两个 两个佛 来一千 千福出世 来一万 万福 成就 这还得了吗 那佛也多越好吗 我们哪有那么多的供养呢 社方诸佛如来 供养万福 还有什么问题呢 每一个人不想修福 在这个里面 出一分钱 出一毛钱 是供养征服 这个佛报就不可思议了 你做别的善思 总比不上这个功德殊胜 这就是供养佛 所以如果你在世界 觉得这个世界太辛苦了 生活太艰苦了 日子太不好过了 你真正就放下 到这来做佛 你的日子很好过 你们想想 谭虚法师 以前给我们讲 那个咕噜匠的故事 那个故事 我们是从录音带上听到的 把录音带写成文字 复印在念佛论的后面 我想不少同修看过 郭罗酱为什么发心出家呢 生活太苦了 日子真不好过 所以找到地心法师 看地心法师 过得很舒服 很自然 他要追谁啊 他跟地心法师的关系 是同乡 同一个村庄 小时候的玩伴 长大之后 又一直生长在乡下 没有念过书 不认识字 学了这个补锅补碗 这么一个手艺 日子过得非常辛苦 从痛苦里面 救过来 他就找他 小时候玩伴 现在也当了法师 找到了 那个时候 地心法师还没出名 在关宗师当智客师 不是当住持 找到他了 找到之后 问他来干什么 苦 太苦了 太苦了 日子过不下去了 想出家 地心法师就为难了 出家 他当时有四十多岁 四十多岁出家 太晚了 学经教 你不认识字 出家的时候 这个生活一归 像这些 他也都学不会 笨 笨手笨句 可是到最后 他死赖住 不肯走 地心法师搞得 头头大了 没法子了 最后跟他谈了解 你要真出家 你都听我的话 他这个条件解释我了 那我认你做师傅 你说什么 我就听什么 我一定要办 这才给他替读 替读之后 你不要收戒 我收戒什么 他受不了 他什么都不懂 建堂的那些仪归 他怎么学得会 我天天爱他 甚至于我都赶跑 你也不要住在寺庙里 住在寺庙 天天早晚上 早晚店 你扩松也学不会 怎么办呢 温州乡下有很多小庙 没有人住的 都要破庙 给他找了个地方 叫他一个人住在那里 那么附近呢 找几个户阀 给他送一点米 送一点油盐 让他生活能过得去 又在庙的附近 找了一个学佛的老太太 每一天给他烧两顿饭 这个无饭晚饭的来给他烧饭 帮他洗衣服 照顾他 那个佛包好大了 以前哪有这个佛包 现在一世不愁了 老佛上教他就一个方法 念阿弥陀佛 就念南无阿弥陀佛 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 借助再念 他真听话 一听到晚 他什么念头都没有 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念了三四年 你看看往生多殊胜 站着往生 欲知实至 站着往生 往生之后 还站了三天 等地先老和尚 替他办后死 死了以后还站三天 因为那个乡下 到这个温州的时候 那个时候交通工具没有 要走路去 派人走到那边报信 再等地先法师回来 往返三天 替他办后死 一句阿弥陀佛成就 所以这个世间生活过不下去 过得太苦了 到这个地方来做佛 你看多好 学沟洛医院啊 我们真供养 你只要真肯做佛 我们就真供养 二六师中 决定不离开念佛堂啊 念累了 赶紧去休息一会儿 休息好了 立刻回到念佛堂 来念佛 我们就真供养 我们就真供养你 乐意成就 你去做佛 那么这就是 利用亲近主成神 交给我们的这些四 我们明白了之后 一定要认真 去做 要把他做得很圆满 做得很有效 那我们这一段经文 就没有悲念了 这个 集十尊 主成神的介绍 真的 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落实在我们的道场 落实在我们的羞耻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的学校